我很有成就感 也就是因为这样啊 说坦白话 我就有点我慢 供高我慢 虽然说呢 我在态度上并没有慢 但是在心理上呢 总是觉得 感觉到自己很得意 但是没有想到 又有一桩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那是在两年多以前 在前面我跟大家报告过 我有三个非常好的孩子 他们的孝顺 他们的懂事呢 真的没有让我超过一点心 但是就在两年半以前的 一个十二月 因为我的学校放假 我就到美国来 探望我另外两个孩子 那么我的大儿子呢 到美国读书之后呢 就回到台湾工作了 所以在我到美国来之前呢 是我的大儿子 送我到飞机场的 送我上飞机 但是我到了美国以后 没想到不到十天呢 我的先生就从台湾打电话过来了 他跟我讲 你赶快回来吧 当然我不知道是什么事 但是我接到电话以后 我就赶回去了 马上赶回去 可是我下了飞机以后呢 我才知道 我这辈子呢 都没有办法见到我的大儿子了 因为我的大儿子心脏病走了 我怎么会想象得到 一个那么健康 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最后走的时候呢 连妈妈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这对我一个做母亲的人来讲呢 那简直是天崩地裂 没有活下去的勇气 那种痛苦 就算到现在 我还是感觉到很伤痛 因为我的心呢 真的是太痛 所以我就怨天怨地 我觉得像我这一生 可以说是呢 这么忠于自己角色的人 老天爷为什么要这样的惩罚我 所以我几乎熬不过去 后来 还是我的母亲把我给骂醒了 她把我痛骂一顿 她看我这个样子呢 就跟我说 好吧 你的儿子走了 你就跟他去吧 因为我的血压本来就很高 所以我的母亲说 你对妈妈的责任 你从此以后就放弃吧 就让妈妈孤孤单单地一个人离开这个世间好了 我听到母亲这么一讲啊 我终于克制住了自己 其实说坦白话 这是非常非常难克制的 就在我熬过了为他送葬 经过了七七四十九天以后呢 我就离开了那个伤心地 我放弃了我原有的一切 我所有的一切 因为这些东西呢 真的是梦幻泡影啊 这些东西对我已经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了 所以我就赶快又回到了洛杉矶来 虽然呢 这次是我的先生陪伴我回到了洛杉矶 我的两个儿子呢 也因为回去参加哥哥的丧礼 他们也都回来了 但是对我来讲呢 他们还是没有办法让我疗伤止痛 所以我还是每天从早到晚的哭 不停地哭 不停地埋怨 我怨老天爷为什么要这样地对待我 可是呢 我的儿子终于忍不住了 我的小儿子就跟我说啊 妈妈 你这样不是一个办法啦 你一定要想办法坚强起来啊 要不然的话呢 我们整个家庭里面的人 大家都愁云产物的 你得要为我们好好的活下去 你思念它 你可以纪念它 但是你不能够这样摧残自己啊 所以呢 终于有一天呢 大概是在前年的四月 我就突然想到了 我的有一个朋友呢 在洛杉矶 他有一个私人的佛堂 十几年来呢 我一直往来于洛杉矶 我一直往来于洛杉矶 虽然常常经过那里 可是我就从来没有进去过 于是呢 我就跟我先生跟儿子讲 我说啊 怎么办呢 我实在是熬不下去 但是我待在家里也不行啊 所以你们能不能带我去拜拜佛啊 看看佛胡萨怎么来给我开示 让我能够有活下去的勇气 结果呢 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当我进到那个佛堂里面去啊 我就看见其中有一位师傅啊 这位师傅是从马来西亚来的 来到香港 从香港又转到美国来 他是前一天晚上才到的 那么他看到我之后呢 很奇怪 就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 那当然呢 我也觉得很奇怪 那这个人怎么这样看人呢 后来呢 法师就问我的年龄 以及我的故事 但是还没说这些之前呢 我一见到人呢 尤其我一见到师傅的时候呢 我就伤心地痛哭不已 这个师傅呢 他就给我一句话 他说呢 你不要难过 我管定你的事了 你把你的电话留给我 所以呢 我就把我的电话留给他了 那么到了第二天呢 他就找我们三个人 家里面的三个人一起去了 一起去了之后呢 没有想到 他竟然把我家呢 都画出来了 那么 诸位想想看 他前一天才到 而且他也不认识 不认识路啊 我也没给他地址 但是他把我的家画得清清楚楚 那么从那一次以后呢 他每次来 都会有很多人要求见他 但是呢 他只给人家十分钟 可是他对我却非常的慈悲 一谈就是一个小时 那么 头一次的话还没讲完呢 他就跟我约了 下一次什么时候见面 那么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说呢 可能我们很有缘 所以他对我特别的慈悲 但是一直到后来 我才知道是为了什么原因 这样啊 一个多月过去了 但是呢 他看我 还是觉得我非常的痛苦 这是真的 所以他就问我 你家里面有没有佛堂 我说没有啊 我台湾是有 但是这里没有 法师就跟我讲 我的师父在香港 我从大陆到香港去的时候呢 有一尊观世音菩萨 是我亲自捧过去的 不晓得 菩萨跟你有没有缘 不晓得你喜不喜欢 我一听啊 我就非常欢喜 我说我非常非常喜欢 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 观世音菩萨 当然 希望把这尊菩萨 请回家的人很多 结果最后经过 法师的一番决定 他怎么决定呢 他说他晚上啊 念经的时候 就问观世音菩萨 结果观世音菩萨呢 表示愿意到我家来 法师就跟我说啊 你在明天早上六点钟之前 一定要赶过来 而且呢 要带两尺的黄布 两树菊花 黄菊花 还有一些水果 把观世音菩萨 请回你家里去 那么我一想啊 明天早上六点钟 人家商店都还没开门呢 所以呢 我们接到他的电话之后呢 我们全家老小呢 就赶紧去准备这些东西 把这些东西准备好 那么在洛杉矶 的爱华这个地方呢 对面有一个布店 我们就到那家布店里面去 但是啊 到处找 就是找不到 法师所讲的那种黄布 结果呢 没想到好不容易啊 就在一个角落里面 咔咔角里面 找到了一小块 那么我看到了 我就很欢喜啊 就赶快拿去给老板娘结账 可是没想到那个老板娘却说啊 这个我不卖 嗯 为什么 因为他说啊 我这个卖给你 你用不着 你没有用处啊 那我就跟他讲啊 你就量一下嘛 他说啊 我告诉你 他只有两尺 两尺你能干什么用啊 我一听了就像宝贝一样 我跟他说 我要的就是两尺 不多也不少 看看 不可思议 底下还有呢 然后呢 我们从店里面出来 我们就一直去往下走啊 要去找花店 那附近有一个文华超级市场 那那些花店平常卖花呢 它都是一桶一桶的 你自己选好之后呢 你再去结账 可是我走了一圈之后呢 那突然就在一个桶子里面呢 发现绑好的两树 黄菊花 绑好的 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他们都是让你自己选好之后呢 在这些桶里面选好之后 然后再拿去绑的 那刚好 这两树白菊花就是绑好的 那放在那里 就是我要的那两树 那么准备好之后呢 我们那天呢 就把观世音菩萨请回来了 请回到家里面来 当然呢 我们每个礼拜 还是去见这位师父 后来呢 这个师父 这件事情结束之后呢 他就回马来西亚去了 但是 每一次我见他的时候 我还是哭 因为我实在有非常非常多的冤情 我觉得自己实在是 太冤枉了 所以我非常非常痛苦 结果他有一天就跟我说了 我既然已经说我要管定你的事情了 你就不要急 结果呢 有一天 他就跟我讲 他说 我昨天晚上在打坐的时候呢 我用一百只蜡烛 那么在这些蜡烛的光里面呢 我看到有蓝色 有白色 有蓝色 有白色的光 那我就问这个师父啊 这是什么意思呢 师父就说 这是代表你有福 但是你也有祸 为什么说你有祸呢 因为在你的人生当中 你一直都很顺利 很得意 所以你有祸 那么现在我要帮你 但是我又使不上力 为什么 因为我要对症下药 我一定要查出你的因果 原因 问题 到底是处在哪里 结果呢 他就给了我一张 空白的 粉红色的纸 还给了我一个 红封套 就像红包袋子那个样子 红封套 然后他跟我说啊 你必须要把你 我帮你查出来的这个因果呢 他说我必须要帮你 查出你的因果 查出来之后呢 才知道我要 到底要怎么样来帮助你 所以 你在这个纸上 必须要写下 金木水火土 这五大象 金写什么呢 写你的出生 你的家世 木呢 写你的工作 水呢 写出你全家人的姓名 包括呢 你儿子 媳妇 孙子 通通要写下去 火呢 是写出你的冤屈 你这一生 有什么冤情 你要把它写出来 土呢 是写下 你的愿望 那么你写了之后呢 你要在我规定的那一天开始 面朝着一个方向念 每天 每天念五遍 连续念三天 所以一共是十五遍 念完之后 把这张纸划掉 烧掉 烧掉之后呢 把这些灰烬就放在我给你的红风套里面 然后放在你的枕头底下 但是最重要有一种事情你必须要记住 你千万不可以给任何人看 包括了你的先生 你的孩子 通通不可以看 甚至我都不要看 我也不可以看 你不要给我看 所以 从这里 我们知道 师父他千真万确 没有看过我写过的东西 这点很重要 因为底下所讲的 你就知道 真的是不可思议 那么到了第二个礼拜呢 我又去了 去师父那 那么去到那之后呢 我就把这张纸拿出来了 可是师父一看到这张纸 他就非常的生气 他就把我这张纸打掉 他说 我不是叫你不要给人家看的吗 不能给任何人看 那你为什么还要带来给我看 他说 你知道我让你写这些东西 是为什么吗 要送到哪里去 你晓得吗 因为我是给你成情 他们马来西亚叫做 上天表 可能就是我们说 好 好